全世界瞎白斑病毒 WSSV 检测室及最大供应商 瑞基海洋生技公司 医学餐养殖之健康管理 建立起产品平台 将生产流程标准化 充分运用核心技术 跨领域整合将实验室行动化后 积极迈向化产业的领域 前进全世界 瑞基海洋 唯一间拥有核心技术 创新营运模式 自由品牌行销 与CRP管理的生物科技公司 并将台湾的优势 落实成商品 创造台湾生技产业的 全球品牌为愿景 大约在1996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虾的养殖业界 普遍受到虾的白领病的攻击 损失非常惨重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机会 所以就跟台大的 郭光雄、罗族方两位教授的实验室 配合 然后透过跟国科会的计转 把他们初步研发的一些技术 透过我们的技术能力把它商业化 变成一个非常方便使用的检测试剂 这个试剂真的是 讲起来是非常 对于疫情的控制 疫情的散播 还有不管他们护病毒的种家苗藏等等 它的维持都做了一个很重大的贡献 这个试剂组相当的灵敏 而且相当的实用 由这个试剂组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瑞基海洋的IQ2000 狭白斑病毒检测试剂 在全球大规模养殖场之市占率 超过70% 于2008年 荣获全球第一个 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认证的 水产动物疾病检测试剂 为使养殖业者更能方便使用 瑞基不断研发创新 利用冷冻干燥技术 使产品可存放于室温 同时降低厨运成本等 因此开发出第二代第三代试剂 直到今日 瑞基海洋已成功推出 近30种不同病毒的检验试剂 从水产 扩展到续产 及宠物业者所需之各种检测病毒的试剂 瑞基的研发成果 已获得ISO 9001 及ISO 13485的认证 并拥有美国 台湾 大陆 与国际PCT 近50项专利 公司的经营策略 就是往国际大厂 照顾不到的地区穿透 如东南亚 南美洲 中东等地 从他们的需求 以及我们的专业中 去开发国际大厂忽略的产业 像是水产 续产的病毒检测 开发新型市场 创造我们自己的蓝海 目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要把这个DNA的检测 这个技术把它微型化 让它变成可攜带 然后把它变成自动化 操作非常简易 然后希望价格可以很平民化 这样大家都可以使用 那这样的一个技术 其实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 它也可以应用在农业 植物 那可以在动物的饲养 当你有疾病的检测的需求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使用 当业务员将客户的需要带回来 我们就开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目前我们开发成功的 Pocket核酸检测平台 就是为使养殖业者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运用最方便的方式 获得检测结果而研发的产品 以往检验检测试剂 必须送至检验所或是大型实验室 进行检验 造成中小型养殖户 耗费大量人力与时间成本 瑞吉海洋耗费三年时间 将大型实验室行动化 开发出划时代的产品 Pocket 这样子的整合 让我们能够产生一个 就是可以携带式的 而且价格实惠 然后操作又简单的一个 小型的检测器材 那这个就可以落实 我们一个行动实验室的概念 瑞吉海洋 目前供研发有五项自由品牌 透过去世界各国参展的机会 找寻代理商 目前已拥有53国商标 产品销往世界30余国 在2011年的时候 我们被中部科学园区推选 去参加一年一度的 亚洲科学园区的 优良厂商的一个评选 那在这一次的评选里面 总共有将近60家厂商参加 那我们非常幸运地 被评为这里面 最优秀的四家厂商 那我也在当年的年底 在到伊朗去参加这个领奖 那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的一个光荣 瑞吉自成立以来 营运成绩一直以倍数成长 从2018年到2013年的营收成长率 超过60% 毛利率也高达85%至88% 瑞吉海洋在财务管理上 聘请世界前两大会计师事务所的 KPMG担任会计师 并聘雇理律法律事务所 做法律顾问 是支持公司永续发展的力量 瑞吉海洋 以专业的技术 自辟蓝海版图 在研发成就 获利成长和产业贡献上 都有很好的表现 因此 不但在国际专业期刊 等有七篇学术文献 跟在国内外 年年获奖 瑞吉海洋 在具有远见的领导团队带领下 有完整的组织架构 用人心化的管理 使研发和行销业务团队的 创新能力充分发挥 在水产 续产的成就基础上 将蓄网宠物 食品安全 和人类疾病的方向发展 瑞吉海洋 是台湾第一家 做猫狗病毒检测的公司 2012年3月 瑞吉海洋 在中部科学园区的 总部大楼旁 新建了一座GMP厂房 为确保无城 且严格管控的研发环境 即将开发的 是瑞吉未来 最具有挑战性的 人类疾病检测领域 我就是很喜欢树 那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 我在乡下长大的小孩 所以爬树啊 在树底下玩耍 这个是我成长过程里面 很美的回忆 所以长大以后 也是一直都很喜欢树 很喜欢往郊外 往森林里面跑 那在建这个厂的时候 我就希望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把绿美花 都种一些树 做好 那我觉得 营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是公司的经营团队很重要的 因为 人是公司最大的资产 那我觉得 给他们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 所以 我们一直在 美化环境 种树 这方面我觉得 我们是一直非常重视 forget to忘记 咱们 你们在我们资金会 点赚 回来 回来